《軟癌》有部份的病人會有轉移的情況 而可能轉移到骨落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侵蝕骨落 或者令骨落增生的情況 相對來說 骨質會有不正常的生長和代謝 而引致有骨痛的情況 根據香港軟癌基金 在2018年9月發布的資料 我們發現大約轉移性的軟癌 有五性的病人都有骨轉移的情況 有骨質性的研究顯示 如果有初發現有骨轉移的病人 大約有七成是屬於HR+. 當有骨轉移的情況 很多時候的擴散會在中軸骨落產生 包括脊椎或者盆骨的地方 其他位置包括勒骨、寬骨這些地方 可能都會有擴散的情況 而引致這些上述的地方 會有痛楚的情況 其他症狀可能包括食慾不振 精神萎味或者體重下降 可能和骨痛都同時會產生的 其實很多時候女性都會腰痠骨痛 例如做完運動 或者姿勢不正確 或者甚至驚奇 都可能會有骨痛的症狀 很多女士就因為以為是這些情況 而忽略了骨轉移 而引致遲了診斷的情況 怎樣分別呢 我們很多時候骨轉移 引致骨痛都會比較持久 在不同位置發生 還有可能晚上多數的痛楚會比較明顯 如果骨轉移比較嚴重 會引起一些併發症 例如可能會有血概高 骨折 甚至可能會有脊椎壓迫的情況 傳統來說 醫治這批病人 我們會採用單一的荷爾蒙治療 或者化療 但現在出生了一隻叫做CDK-46億劑劑 去配合荷爾蒙治療的核引合性治療 希望打破了單一的荷爾蒙治療 內藥性很快產生這個情況 或者是化療 副作用比較多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CDK-461劑劑的副作用是偏低的 除了會有腸胃的不適和白氣球 有下降的情況之外 其實副作用對病人來說是偏低的 如果我們在第一線運用這個CDK-461劑劑 去配搭荷爾蒙治療的話 我們國際性的研究顯示出 一個無惡化存活期可以高達27個月 尤其是在這一批骨抗散的病人 甚至無惡化存活期可以達到36個月 希望這批病人在一個很好的生活質素之下存活 其實這個CDK-46配合荷爾蒙治療 這個治療已經是國際性認可 但唯一限制就是費用可能比較昂貴 我們現在PCF推出了一個封定式的資助計劃 可以幫助到私家醫療機構去求診的 HR positive HER2 negative的療癌病人 可以幫助到他在這之助 詳情的話可以詢問有負責的機構